夏天這麼好陽光 蒼鼠到底可不可以一起曬太陽呢? 看看今集就可以知道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巨神貓仔 我是巨神貓仔媽咪 蒼鼠是夜行動物 那是不是代表蒼鼠不可以曬太陽呢? 怎樣的光線才是對蒼鼠最舒服呢? 今集我們就來講講 去片 因為蒼鼠的天敵通常都是在朝早出沒 所以朝早他們就要避開陽光來保護自己 但是另一方面 陽光對蒼鼠來說其實很重要 因為他們的生理時鐘就是靠光線來設定 家樣的蒼鼠還會看我們家開燈熄燈的時間 來決定什麼時候睡覺 萬一全天都沒有光線 他們的生理時鐘就會亂 這樣就會影響到健康 雖然陽光對蒼鼠的生理時鐘很重要 但是都不建議被蒼鼠殺到太陽 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陽光對蒼鼠眼睛有害 蒼鼠眼睛對陽光好敏感 長時間暴露在太陽底下 可能會影響他們的視力 甚至令他們失明 所以正常來說都不會建議被蒼鼠曬太陽 除了陽光之外 蒼鼠眼睛對電筒和閃光燈一樣都很敏感 所以都不要用電筒和閃光燈直接射到蒼鼠對眼裡 第二個原因就是蒼鼠曬太陽會令他們過熱 蒼鼠不會流汗 調節體溫的能力亦都有限 所以曬著太陽令他們太熱的話 他們很容易會中暑 會令蒼鼠會令蒼鼠產生壓力 蒼鼠對眼睛在朝早看夜不太清楚 長期暴露在太陽的位置 會令蒼鼠覺得沒有安全感 增加他們的壓力 壓力大就會影響他們的壽命和免疫系統 這樣是不是就是 朝早完全不能抱他們出來呢? 有時候都會想帶蒼鼠出來走個圈 其實不是完全不行的 但是個秘訣就是要等太陽下山的時候才抱他們出來 黃昏的太陽不會直接照到蒼鼠 但是又還有日光 而且多數蒼鼠在黃昏都已經慢慢醒 所以這個時候抱蒼鼠出外面就最適合了 既然陽光對蒼鼠太強勁 那怎樣可以在朝早令蒼鼠舒服一點呢? 首先我們不建議把蒼鼠放在窗邊 但是如果蒼鼠真的好噴窗邊的話 就最好朝早拉上窗簾隔一格的光和熱 另外鼠龍要放在陰涼通風的位置 龍裡面要放足夠的屋子和隧道 讓他們躲進去避開光線 還有千萬不要在龍裡面加燈 除了因為會太光之外 亦都會有漏電著火的風險 所以鼠鼠只要自然光就夠了 希望今次的影片可以令大家知道 什麼光線最適合蒼鼠吧 如果大家還想了解蒼鼠的其他雜性 例如是蒼鼠睡覺的睡枝背後有什麼意思 都歡迎大家按這裡看看 喜歡我們的影片就訂閱和按個讚吧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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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